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3月3日 今天是星期五 來到星期五的晚上 繼續跟大家揭露 是跟中港 相關的新聞 這節要繼續揭露 又有最少28家中國企業 再次 被列入 美國 的實體名單入面 而且這個叫做黑名單 這些公司全部 牽涉 跟俄羅斯有關 這次 更加被揭發 連在香港的公司 一樣是中招 由現在開始 看到 美國是正正式式 正式要把範圍收窄 香港 有大量的公司 因為中國大陸的代理人 透過香港 用香港 的公司方式 一直包裝 我們可以看到 以及可以預計 隨著這些案件越來越揭發得多 將會有大量的香港公司 被列入 你可以說 美國的制裁和黑名單 射程範圍 現在 根本開始涵蓋香港 好 我們繼續講下去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好 我們繼續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同一時間 請大家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請大家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加無限碌大法 請大家繼續幫忙支持 這一節其中要說的 就是正正 我們香港人可以發揮的地方 不單止 中國大陸的企業 被美國揭發 在香港 隱藏著大量這些公司 他們透過 可能是空殼公司 他們的方式 操控 然後 再透過這些空殼公司 在香港 協助 中國大陸的企業 偷偷地把禁運 的東西 輸送給俄羅斯 所以真的不是開玩笑 香港人在未來 單是負責監視中國大陸 如何偷偷地 幫助俄羅斯 這方面的情報已經很重要 美國 美國 是把 28個 實體 公司 列入新的黑名單 說他們 跟俄羅斯軍隊有關 秘密支援俄羅斯的軍隊 獲得武器和援助 這些公司也涉嫌 支援 中國大陸軍事發展 以及牽涉在緬甸 以及中國境內 參加侵犯人權的活動 當中包括華大基因 包括浪潮集團 這個是伺服器的供應商 整個關係 當然是繼續惡化下去 不過最惡化的 其實不是美國 美國 正確來說 字眼叫做覺醒 但是對中國大陸來說 他不存在著覺醒 由始至終 他跟美國做生意 其實就是想 經濟侵略全世界 從來中國大陸 沒有真真正正 對美國是友好 一直 都是不斷出文宣 攻擊美國 說美國 在世界上搞搞震 周圍搞顏色革命 其實 如果沒有獨裁政權 還用不需要搞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是否真的美國可以全搞出來 如果美國真的幫到我們 我們當然所有人都很高興 美國最恐怖 最令人 覺得痛恨的地方 不是他搞事 而是他經常搞搞下 沒有了下文 這個才是 真真正正美國 最值得被人投訴的地方 如果美國可以做得盡一點 對你們 這些邪惡政體 做得盡一點 就不會造成那麼多災難 就是因為 對你們太過鬆手 美國商務部在3月2日的時候 將合共 在37個 實體 列入貿易的黑名單裏 當中包括華大基因 也包括華大基因旗下 的華大生命科學研究院 還有香港公司 這個叫做 香港華大基因科技服務 有限公司 制裁 和黑名單的範圍抗及香港 香港 慢慢正式進入美國 社情範圍入面 美國說這兩家公司 全力協助中國政府 進行監控計劃 他的監控計劃 也是用來 鎮壓少數民族 例如新疆 西藏 中國大陸 那些所謂 科技巨企 全部 是為了政權服務 以往 中國大陸和美國做生意 和歐洲做生意 使得 這些西方世界 對這些事 隻眼開 隻眼閉 暫時當看不到 但是接下來 這支歌仔不能唱的 正正式式和你要脫勾 既然和你要脫勾 和你生意都不做了 直接把你們 犯過這些罪行 又或者未來繼續犯這些罪行 支持中國大陸 解放軍 支持武器研究 他 支持 做了這些事絕對不是要給中國大陸和平發展 中國大陸 現在真真正正被揭露的 就是有侵略全世界的野心 無論是 透過經濟侵略 還是真的動武 這個華大基因 基本上 就是用來 利用這個基因分析 用來針對 維吾爾人 中國大陸 對這個指控 不用說了 一概是否認 中國大陸 對於新疆發生的事 到現在 都是清一色 一美無論有甚麼證據 就說你抹黑 總之就是否認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其實全世界 根本也不想跟你浪費時間 最有趣的是 越來越多 資料揭露 很多這些公司 都跟香港有關係 更加進一步證明 香港一直 是被用來 作為中國大陸 以及俄羅斯 一個 秘密輸送的 渠道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香港 還想繼續 做國際金融中心 恐怕這件事 根本其實真的不可能 這個浪潮集團 浪潮集團也是一樣 這間是中國大陸 的一間雲計算大數據公司 裏面 是坐擁著大量的伺服器 中國大陸的 通天巨企 巨型 科技股 全部每一隻 都是用來 支援中國大陸的政權 負責控制人民 所以 中國大陸一直標榜 自己能夠對付美國的霸權 實際上他做出來的事 比起美國的霸權更加恐怖 雖然有很多人不認同 美國的那些通天巨企 例如我們所有人 雖然現在 聽到YouTube 但實際上沒有人想 被YouTube 以及Google 徹底控制 但是 即使是這樣的 我們也絕對不會尋求 中國大陸 的任何科技股 任何科網公司 不會嘗試 用他們去挑戰美國的科網巨企 原因其實很簡單 因為中國大陸的科網巨企 做的事 絕對只會更加恐怖 這個世界有時候是這樣的 有些時候 真的被迫 在兩件事之間沒有辦法 一定要權衡 好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裡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我們 在黑池 有三個酒店 為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一個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的黑池酒店 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起 也有比較大的家庭房 我們只是收一個月的暫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 實際上 你住滿一個月就可以拿回暫金 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裡住也覺得挺方便 我們 在這年紀裡面已經接待了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 也是有很多人的選擇 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 這個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它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以及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即是說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你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 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怕封網 尤其是可能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本來VPN也是這樣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它做了贊助 我們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就是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所以將成為 沒錯 以後片尾我們也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謝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